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是今天相当安静 没有什么太多的爆炸性的新闻 经历一个星期的这种 川普跟俄罗斯之间的这种新闻的这种 这种爆炸式的这种过程吧 只能这么说 那到今天反而倒很消停了 能够看到的最新的消息 因为还有一个星期之后 那下一个星期五 川普就应该宣誓成为美国总统 进行他正式成为美国总统的最后一步 在川普宣誓之前 他永远被称为叫当选总统 而不是正式的美国总统 我在节目中多次跟大家讲过 我说那作为美国的总统而言 你可以看到他的宣誓词是手放在圣经上 面对的大法官进行宣誓 是一种独立性的 对吧 那三权独立的一个体制当中 我们看到一种相互制衡 相互约束的关系 而这相互制衡与约束的关系呢 你又看到起码在过去的时间里 我们看到他们作为个体者的信仰 作为一个美国总统 在他宣誓中 当加入 当把手放在圣经上的时候 他是向他的神 而且是被美国人民 大多数美国人民接受的神 去表示一种誓约 去履行一个 去表示一份承诺 那在这一面上 跟中国的传统武人化概念中 是完全类似的 看过一个资料 北京 你上北京玩去 可能去天坛 如果你有时间更多的话 天坛的占地面积 是故宫的三倍 故宫皇帝待的地方 但是他往南 但是他去静天的地方 往南去静天的地方 却大过三倍 大家要明白 这前后之间的关系 我想说这前后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 谁是高 谁是低 谁是上 谁是下 人在传统的文化中 正常人的文化中 人的生命是有上下承载的 是有上下承载的 而不是单纯中间猴变的 这是对人的 每一个人的莫大的侮辱 你可以不接受 你不接受 但你无法说证明 自己在生命内在的 每一个人独处时 这生命之间的关系 其实对很多人而言都是个谜 那川普这件事情 那川普这件事情呢 围绕这件事情呢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应该英国的 这个军机六处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退了休的 这个这个人呢 原因为什么退休 这个情报人员 是因为在恐怖分子 恐怖袭击出来之后 在英美地区 把对付恐怖分子 对付中东的恐怖分子 和极端信仰者的 恐怖分子的 本身的这一份内容 变成了很多情报机关的重点 相反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呢 变成了更加的缓和 而这个人 这个人具体的名字都已经有了 具体人民人也都有了 这个人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因为他是俄国问题专家 所以在这个问题之下 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没有太多的 觉得自己市场上 没有太多的用途出路了 所以他才辞去了公职 然后开了咨询公司 前后是这么原因 而BBC采访和包括卫报 那个美日电剧报 都采访了这个人 都找到了这个人 采访了这个人 而英国政府已经认可 同意了 他可以与这个美日美国的 FBI联邦调查局合作 来 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一个帮助 证明他所言所适呢 是真的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应该说对川普相当不利 当然我们到现在 也没有人提出来说 因为这件事情 会不会促成川普 在一个星期之间 宣誓就职出现一种 逆反的状况 最后他完成不了 最后的这一道门槛 最后成为了疑问 没人提这个事 但是呢 我们看到最新的报告 是联邦调查局 已经与这个人取得联系 而且这个人也获得了 英国政府和英国情报机关的许可 与联邦调查局展开配合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最新的资料 而所有媒体跟这个人接触之后 和媒体跟这个人相关的 军机六处的这些退休人员 跟他的同事有所接触 所有人都对他口碑很好 认为呢就是 认为就是说 他的工作很严谨 他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人 就是他的信任度蛮高 而其中唯一造成他 对这个人造成比较大的伤害的时候 大概几年前 有一个俄罗斯的 原来克格勃的特务 间谍结果叛逃到英国 最后死在英国了 中毒而死 这是一个当时很知名的事件 那大家认为呢 是普京控制下的 原来克格勃体系当中的人呢 把这个人堵死了 而这个人 被堵死的 俄罗斯的这个克格勃的人呢 恰恰是 现在爆料的军机六处的 这个 这个情报人员的 他的工作范围之内 所以在当时来讲 他的工作曾经受到 这件事情的影响 那如果反过来 也佐证出来 提供消息的这个人的 他的背景 是相当可靠 他的背景是相当 相当层面 因为 受他保护的 或者说受他 受他 与他工作 有直接关联的 俄罗斯的叛逃人员 被普京直接下令 给杀死 所以这是一个 前后之间的关系和故事 那这个事情 会走到哪 我们不好说 但是今天 我们看到了 这一步 那在这一个 背景之下呢 英国的金融时报 登了一篇文章 其实英国有两三篇文章 都有类似的说法 就是说 现在川普跟俄罗斯 之间的关系呢 形成了媒体的焦点 但大家一定要明白 川普真正的 真正的方向 一个星期之后 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后 他真正的目标 是中国 而不是俄罗斯 那 英国的金融时报 明确讲说 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冷战 这种状况 已经形成 冷战的状况 已经形成 文章不是很长 但是是一种 以一种 类似社论的方式出现 那大概设计的内容 就是 他的 现在 即将成为 美国的国务卿 美国的国防部长 美国的 美国的 这个 白宫的贸易委员会的主任 美国的贸易代表 以及他的财长和他的商业部长 都是针对中国作为目标 而被选择成为这个官位的人 而在这个过程中 可以明确的看到 美国的国务卿 与美国国防部长呢 有着非常强烈和极端的 这种冷战的说法 在他的听证会上 直接表达出来 对中共本身的 这种对立的场面 所以这是他说 这是冷战的概念 但是这种冷战的概念 他的 将走到哪一步 不好说 他所有人也说不好说 他很可能是一种策略 在他成为美国总统之前 在这个内阁班子 开始正式接班之前 他把这个镜头拔起来 拔起镜头 与中共之间 出现了完全对垒的场面的时候呢 他给自己后面的工作 形成一个强大的回旋余地 但是 以美国为本 以美国的 美国再次强大 这是他们的口号 这是他们的目标 那以美国为本 以美国再次强大 那在南中国海的挑战呢 这种跟中国之间的摩擦 就显得比较直接了当 对中国而言 是因为那下面藏着丰富的石油 藏着丰富的石油 这是它的关键所在 而并不一定是航道的问题 而交通航道的问题 恰恰是美国人看中 那谈到石油美国国务卿 又是从美福来的人 又是做石油的人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那个场面很特别 很较劲 其实在这个背景之下 路透社昨天登了 今天应该拿了一篇文章 提到说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那 你也相信是中国政府出手 对做空人民币的短期 这个短期吵架 使以了致命性的打击 我们知道它出现了一个 从6块9毛5打到6块7毛8 从6块7毛8又返回到6块9毛3 甚至到6块9毛4 是没错 是出现这种状况 它的它长篇的一种具体书记说 打击了短期吵架 使得很多人呢被迫平仓 因为很多人去炒隔夜汇率的 去炒隔夜汇价 也就是说 它是当天平仓的 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 做外汇的时候 很多是早上下单 中午下单 晚上平仓 它一定当天平仓 很多散户小户 打短线 就是去偷 去拿中间的几十个点 那掐准了 掐走几十个点 它不留任何一单 不隔夜 不过夜 那作为上个星期四 到上个星期四 上个星期五 前后之间的做法 是直接造成了 很多这个短期的 做空的人呢 出现了平仓 就失守了 但是作为长期做空人民币的 三个月以上的这种中长期单子 根本没有 所以并没有消除做空人民币的 这种大的方向的看法 但是这个说法在今天 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注意到 人民币汇率又从6块9毛3 硬到6块8毛8 已经走到6块8毛8 没有任何消息 没有任何说明 没有任何 其他的辅助的来源 有人说 人民币的波动不是央行的做法 有人说是 路透说是 那路透社说是 但有其他的媒体说不是 我以为恰恰反映出 今天在中共控制着体制的范围之内 那有着一种迷障的做法 就是说他的金融状况 他的货币状况 应该讲达到了相当残酷的程度 就是说非常紧张 是否会出现金融风暴和金融危机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 川普成为美国总统之后的 他的出手 他的做法 所以这是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 在极大的不确定性之下 在中国境内 有着不同的利益集团和势力集团 与今天中共体制本身的主政人之间 是否是一个步伐 看齐一个脚步的 很难说 它是一种被掩盖之下的 迷障之下的 不同势力的表现 包括中共的中央银行 所以今天人民币的这种波动 它只是一个大风暴前 也可能是大平静之前的一个做法 而这个做法一定跟中南海内部有关 那我跟大家说 跟中南海内部有关 就是因为它披露出来的消息和人民币汇率的这种走法呢 大规模的波动 在敲目声的背景之下出现的 而没有人去解释 它到底发生什么 可是在当初人民币 从贬值的过程中 一直贬到六块九毛五的时候 大家听到了很多呼声 哎呀 这个资本外流了 这个了 那个了 说了 听到了很多 等被顶在六块九毛五 六块九毛六 一句话 不让它突破七块钱的时候 当它在走硬的时候 反而倒没人讲了 可是呢 它都是在不精心的时候 像走单边似的 一摸就上去了 这次又是 现在正在发生的 就是从六块九毛三 一下已经上在六块八毛八 五百点 太过分了 但是呢 没人解释 在短时间内走单边 这都是说明 在有能力操控人民币的人 那是一拨人 两拨人 甚至三拨人 这三拨人 有着中央银行 有着某种金融势力 有的是跟习近平一伙的 搞不好 有的是不跟习近平一伙的 跟他导弹的 这都是问题所在 所以谈到跟他导弹呢 应该是今天说出来的 昨天说出来 习近平跟政法委体系当中 有过一个讲话 这个讲话呢 我看被自由亚洲电台 也有报道说 习近平一再强调 政法委就是维护政权 维护政权的安全 维护社会的稳定 所以维护政权的安全 和维护社会的稳定呢 被人们解读成呢 其实是 我看他的报道中 相当程度是被解读成 就是恢复了当年 周永康氏的做法 周永康氏的宣传 周永康氏的态度 这是一个报道的方向 那我其实 我看到整个故事过程中呢 恐怕 恐怕没那么简单 恐怕没那么简单 他在讲话中 确实谈到了 就是政法委 他肩负的责任 就是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 他保证的是政权的稳定 所以他不是服务于人的 他某种程度上 他是镇压于人民的 基本上 包括推特上的评论 也是这么说的 但不是很多 那可是我个人的看法当中呢 其中有着非常蹊跷的场面 为什么 在今天发表 明天将要发表的 英国的金融时报 一篇文章 对不起 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杂志 头版头条讲的就是一个 拘压死亡 一个不能被人接受的 现在的现实 那中国人在警察残酷的 这种社会稳定的压迫下 越来越不耐烦 越来越失去忍耐 里面讲的是雷洋案 很简单 里面讲的是雷洋案 先陈述了这个社会的环境 说这个社会已经不是 当初毛泽东年代的独裁社会 当初毛泽东年代的人 只能有机会看人民报 其他都没有了 北京人能看人民 北京日报 后来多了北京晚报 北京晚报毛泽东史书没有 对吧 那时候什么都没有 人们听到的只是最高指示 最高指示传达是透过胡同 居委会老太太说的 毛主席又发表最高指示了 把电架打开 广播了一波 伟大领袖的声音 伟大领袖的这个最高指示又来了 是那么来的 没错 他说那个年代是那个年代 今天的年代不是了 他对比了说今天的社会呢 类似于当年毛泽东的那种强权独裁的社会 这强权独裁的社会 但今天他面临的巨大的挑战 就是有相当数量的被称为中产阶级的人 他们拥有着条件 他们拥有着正常的生活 他们不会为自己的饮食温饱而担忧 他们在考虑着自己生活的质量 在代表着他们生活质量的一个物质上的内容 就是他们拥有smartphone 拥有手机 拥有互联网 拥有他们的圈落 他说雷洋案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下 而雷洋本身却是这个被称为中产阶级当中 层面当中的一份子 因为他是人大的毕业生 人大的master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在分析社会的这种不稳定性 社会的不安定性 那直接唾弃中共本身对雷洋案的处理做法 这是一个对中产阶级的侮辱 对很多中国人的侮辱 中国人不接受 因为这不是一个答案 但是雷洋的家属被钱砸死了 其实是这么回事 被钱砸死了 已经不能说话了 那雷洋的父母也好 可能包括他的太太也好 他也无法想象 如果雷洋家属拿到了超过一千二百万的赔偿的话 那雷洋一生 有多大机会能够挣一千二百万呢 那替雷洋呼喊的朋友们 有多少今天拥有机会 能够挣到一千二百万呢 那雷洋用他的死 为他的妻 为他妻子 为他的孩子 为他的父母 赢得了一千二百万 甚至更多 这就叫杂死人 对吧 那这件事情被平息了 但这件事情的真相 同时被掩盖了 那这件事情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社会动荡 对不对 社会动荡引发政权危机 这是今天主政者最惧怕的 我在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 那我为什么提这件事情 在雷洋案平息之后 昨天前天突然谈到 习近平对政法委体系当中的讲话 提到了刚才那个故事 可是那个故事又配着另外一个故事 在1月9号 这就前两天 1月9号 这个公安部部长 叫郭坤生啊 给公安部的高级官员 传达中纪委七中全会的精神 习近平讲话的精神 习近平讲话的精神 就是彻底清除 讲话里三次提到 周永康 薄熙来 徐才厚 郭伯雄 另计划的政治阴谋活动 政治阴谋野心 政治阴谋等等 在公安系统 在政法委体系当中 要彻底清除周永康的余毒 薄熙来的余毒 那郭申坤 向公安部的高级官员 在传达这个精神 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 传达如此重要的工作精神的现场 缺少了常务副部长 复复复复尚 但非常奇怪的是 在会议的现场却缺少了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但非常奇怪的是 在会议的现场却缺少了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傅振华 和第六副部长叫李北大概是 而傅振华的缺少这是其实是令我觉得非常吃惊 又在情理之中的 傅振华 我们知道他的传达的时间是1月9号 中纪委会议结束的时间是1月8号 中纪委会议结束 那公安部在第一时间就被要求传达 习近平在会议上的讲话 而讲话的内容涉及到的是周永康 而周永康设计的统领就是政法委 肃清周永康的余读 必然肃清政法委体系当中的余读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所以在习近平在这个中纪委的会议讲完之后 又对政法委体系讲 对政法委体系讲 讲的是社会的维稳和政权的稳定 而在这个空档中傅振华没有 没人解释发生了什么 可是呢 他是在中纪委会议的第二天 结束后的第二天即刻召开的会议 而傅振华 我们知道傅振华是北京的老 从北京起来的 对不对 那他从北京起来的 而傅振华的背景 却是周永康江泽民体系的背景 傅振华在2012年立了奇功一件事 他把自己的主子周永康给卖了 习近平弄了周永康 里面是傅振华立了奇功 把周永康的自己的事情 交代给他的事情 出卖给了习近平 你知道正常的人都懂得 出卖主子的人 走到哪儿 他都会出卖的 他永远是一个不可信的人 出卖主子的人 走在任何一个集团团伙中 都是不可信的人 他这利益的趋势 而傅振华出卖了周永康 变相了 又与郭坤生有着某种关系 所以在2014年的时候 他与郭坤生共同出现在江泽民的身边 当时在10月1号 10月3号4号 江泽民出现在国家博物馆里 习近平说了不许提字 他在提字 当时有傅振华在 有郭坤生在 我在节目中已经提到 我说傅振华这个人会很特别的 所以在傅振华的履历 随着他的过程中 突然转向升值 然后消失 从北京消失 那我为什么提到这个问题 这是议题的 因为在傅振华 1月8 1月9号 在郭坤生传达习近平的讲话的 会议上的缺失 你往前推 就是中纪委开会 再往前推是过年 再往前推 就是26号到28号 12月26号到28号 习近平 给政治局常委开生活会的日子 也是国家监察委员会 正式被人大常委会授权 可以实施的日子 可是再往前推一点 就是雷洋案的结果出现的日子 而雷洋案的结果的出现 是引起了整个全国的华人 被人们不接受 被人们大家的质疑的东西 我们不用陈述 朋友比我知道多 而再往前推 却是聂树斌的案子 傅振华的身份 公安部 常务副部长 而在这个雷洋案出现结束之后的第二天 第三天是干嘛 封杀了包括保力俱乐部在内的 对吧 包括保力会所在内的三家 北京响当当的娱乐场所 而保力集团却破天荒的 把声明把自己保力集团 跟保力俱乐部隔离开 而保力俱乐部本身呢 却是这个 怎么说呢 却是隶属于保力的 所以保力本身又是归红 真正的中共红二代太子党的 而傅振华当年的举动 就是扫荡了长城饭店的 当时的天上人间 做法完全一样 而大家所有的 在当时的目标却集中在 习近平的亲信王小红身上 现在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兼公安部副部长 可是他的顶头上司呢 是这个傅振华 而过了年 傅振华消失了 所以你想过没有 雷扬案 雷扬案的处理 包括对三个俱乐部的处理 那聂树斌的案子 然后扭过脸来 你再去品位 在中纪委开会结束之后 傅振华消失 消失在一个 他必须应该出现的场面 而传达的是习近平要求公安部 肃清周永康的余毒 然后习近平讲说 政法委的责任是维护社会的稳定 保证社会的稳定 保证政权的稳定 所以我以为这里面 真的是有故事的 那我说这里面一定是有故事的 意思就是随着时间的流失 如果围绕着公安系统 围绕着政法委系统 如果再有新闻出现的话 再有一些消息出现的话 恐怕就能佐证傅振华死了 干死傅振华 他就表明雷扬案的内部的真实状况 出自于中南海内部的搏杀 而傅振华就是周永康的余毒 他卖了周永康 然后保住江泽民曾庆红 来顶死习近平 他同时保住自己 那傅振华很可能是有这么一手龙 因为从他的履历过程 从他的故事 走的故事是这么长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与中国问题有关的一些消息 因为其他的消息都不是什么 因为他都是在持续发生的 也谈不上什么 又在看消息的同时呢 又看到了 常看到那句话 厚德载物 厚德载物呢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 据说是应该是清华大学的一个什么什么 放在清华大学里 但是我看到的故事呢 它是很长的一个 类似于这个 类似于一个心灵鸡汤的这么一篇东西 应该从内容上说 应该是来自于台湾 那我自己 他解释了很多 他说其实呢 这个厚德载物 他无外乎就在讲述着 一个人要有着忍耐之心 要能够约束自己 在现实的环境中 很多人 很多人去争取官位 当一旦争取了某一个官位 时间不长的时候 可能家里会死人的 有人得病 那有些人不该得到了这份工作职位 当得到这份职位之后呢 家里突然孩子出车祸了 有些人不该得这笔钱 当得到这笔钱的时候呢 那边老人死了 那有些人不该 就是他就是得到了一些 他努力中得 他想要得到的东西 在他欢喜的时候 在他高兴的时候 你看他完蛋了 其实很多做生意的人知道 你看有些做生意的人 为什么不搬家 不装修 那个店铺他不装修 破破烂烂 就是他不是破烂了 就是他原来是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 他不动 他不敢动 他也不会轻易的去 去饶世界开百万 我住这地方 也有一些大陆人过来开店 特别是开餐馆 对吧 开一间生意特别火 他高兴了就开第二间 开第三间 你看着吧 开第二间 开第三间 搞不好连本来这间都蛇了 那我认识另外一个人 从菲律宾过来的 也是 他曾经在一个地方 开了很好的店 结果呢 他就又花了大概 八九十万 去装修了另外一个店 半年 大概半年的时间 他迫不得已把原来的老店卖了 又过了半年时间 他自己手里的新店没了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损失了两百多万 但他开了个什么店呢 就是个面馆 他是菲律宾来 但是他在越南待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他就开了一个越南面馆 一个面馆 他要积累两百多万 那是比钱了 对不对 那得卖多少碗面 辛辛苦苦一辈的 到头来 一场空 所以 为什么会 我们会看到很多这种事情 为什么 是这样的呢 我们通常说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说妙小 妙太小 成不了大和尚 或者说 你这个人呢 怎么说呢 德性太差 你根本镇不住 根本镇不住这些财 也有些人说 你看那个男人说娶媳妇 那有的老人说 你别娶那女人 你娶 你压不住她 到时候给你找麻烦的 这种话非常多 对吧 但是他汇总出来 汇到这句话上 就是厚德载悟 德厚 我们不用讲了 对吧 深厚之意 德是指人的道德 道德 悟是你今天 现实环境中 你能够承受的一切 其实 它不正在揭示着 人的生命中的两面吗 我觉得 没有人去这么解释 道德 道德就是人的境界所带来的 一个人的德性大事 他的境界高 对吧 形容道德 形容这个 这个 形容有关德性的概念 都是有一个说法 叫德道高僧 在德性上 在道德上 人们去形容那些修行的人 特别是佛家 特别是佛家 是指 那简单的说 罗汉 菩萨 如来 他其实 生命境界不同 被人们称为 他称呼不同 但大家想过没有 他境界不同 其实就是他同样代表的 生命的 德性不同 德性越大 他的承载力越大 当达到如来的境界的时候呢 他讲出来的话呢 就类似佛法了 对人而言 那他因为 他可以承载一方世界 他可以承载生命 那同样的道理 当他拥有那么大德性的时候呢 他在人的这一面 如果他的灵魂境界达到那一边 他在人的这一面呢 他就能够拥有很多东西 我跟大家分享过一句话 我说不为德而喜 不为师而忧 有些人拿到了多好的东西 对他来讲 他不会惊奇的 他觉得无所谓 很多朋友你会觉得 在你住的附近 你如果 无论你去哪里 你会 包括比如说 有些人去义和园呢 去故宫呢 包括去法国的一些地方 有些人你会感觉很熟悉 这个环境很熟悉 我只是举例子了 你苏州人到苏州的不同的园林 什么什么流园啊 这些地方你去玩 有些人可能觉得 我觉得很熟悉 好像我曾经在这里 你就可能你是真的曾经在那 我说的意思 就是这个意思 人的灵魂是不死的 当你的层面境界高的时候 你承载的 在人间承载的东西 也同样是那么高 你不会惊奇的 你不会得了 五万八万十万 一百万两千万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这无所谓 就是个钱 一个德性小的人 他的命里只有一万块 他突然得了十万块 他会疯了的 他会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 人这边叫物 那你的物 哪来的 是你的德换来的 后德载物 就是这么个关系 是人的生命的真实 这种生命的真实 正好揭示了人的灵魂与肉体 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 一个拥有道德的人 他拥有庞大的世界 他能够承载 这现实中物质的一切 他根本不在乎 因为他的生命境界中 早就有那么多 所以这 而大家想过没有 我们今天的人 我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的道德的 制高你的灵魂的尊重 就是我们的灵 中国人的很多人的灵魂 他真的是拥有那巨大的德行 也对称了今天很多中国人 为什么看到了是有钱 随便怎么都挣钱 对吧 05年06年之后 你随便怎么都挣钱 那才怪了 中国人就是有钱 你想过没有 那是我们的厚德 你每一个人的德行 在这个过程中 演变成财物 在耗尽你的德行 迎来的 将有一天的崩溃啊 厚德载物是一种提示 提示着今天的中国人 有一天 当你承受不住的时候 遭遇着灭顶之灾 其实是同一个道理的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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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